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一公开新曲ONG 就拿下了美轮排行二位 日间销售量一味等反应非常好的女进斯 却因为MV最后结尾的一个片段 而在韩网引起了争议 在女进斯ONGMV的片尾部分 出现一个女孩在Twitter留言 MV题材只有我觉得不舒服吗? 爱豆的MV只需要给我们看舞蹈跟脸蛋就 这个时候自以为是精神病院医师的名吉 将手放在这女孩的肩膀后说了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MV的背景是精神病院 只有我觉得不舒服吗? 这个语气是在Twitter以及韩国部分饭圈论团 酸民们常常使用的语气 应该就是女进斯将这些酸民当成是精神病患者了 精神病院是很多种人都能去的吧 有疾病的人或者是犯罪的人 如果MV里面有这个片段的话 百分之百第二天就会有人用这个标题 MV题材只有我觉得不舒服吗? 伤热搜的 很多人都觉得最后的片段令人很爽 你看这样利用精神疾病的话 是对精神疾病缺乏知识或者是有偏见的人 一定会有年纪小的人用卡架这一句来 把精神疾病当幽默来消费的 用这些比喻的时候真的要注意 只有黑粉酸民才会觉得这个片尾不舒服 正常人只会觉得很愉快的 我喜欢女进斯也喜欢他们的歌 但是不喜欢这个MV的结尾 以后看到黑粉酸民 只要给他们留言卡架一句就好 黑粉酸民一定会气得跳脚的 这样做MV也是自由 在这里刘二平也是自由 所以对于New Jeans OMG MB的这个片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lackpink吉祖的YouTube频道 昨天我们有说过 Blackpink吉祖的solo专辑终于要来的消息 而今天吉祖也开通了YouTube个人频道 Hinkbook吉祖Pixel Pro 并上传了自己在伦敦拍摄的Vlog 而吉祖表示 自己这个频道的所有收益 都会捐款给公益事业 也希望自己的这个频道 可以跟频道名一样 提高大家的幸福指数 太漂亮了 没有特别的装扮 没有说很华丽也很有趣 吉祖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只看脸就很有趣了 连说话都这么有趣 再加上全额捐款太完美了 戴这种帽子眼睛衣服也能这么漂亮 频道名超可爱 吉祖我爱你 我个人也觉得这个频道名做得非常好 Hinkbook吉祖Pixel Pro 指数跟吉祖的韩文发音一样 然后吉祖的生日是1月3号 所以就是Hinkbook吉祖Pixel Pro 我是不是要把频道名改成 Thank you 107 Pro Thank you 107 Thank you 107 Thank you Trim NCT Trim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CT Trim的消息 在12月29号发表的Circle Chart的排行 NCT Trim Candy拿下了 专机姻缘的双冠网 而在女团争霸的美轮牌 也是与妈妈界的BTS音乐王一起 NCT Trim Candy是唯一记录前10名的男歌手 然后虽然很多人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侄子外甥们不太知道 所以想要解释一下 这首Candy是与美可乐同门师兄 也是统一一大爱豆的天团 HOT的同名歌曲Candy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这首歌真的是红到 年轻人没有一个这种帽子 或者是手套的话 就感觉很落伍的那种程度 然后当时还有过这样的谣言 虽然五位成员们都很有人气 但是Tony的人气 真的是多的不能再多了 而Tony唱的副歌部分 坦基是指示的意思 但是当时就有谣言说 坦基应该就是Tony的女朋友的名字 Tony每次都在舞台偷偷向女友告白 所以当时在Tony的粉丝们之间 坦基成为了禁止与全民共敌 真的是有过这样的事情 而现在坦基变成了Tony的粉丝名 离题了 总之一般来说 这样remake前辈们非常红的歌曲的话 粉丝们会是很喜欢 但是不太会容易得到大中文的支持 不过这次NCT提琳的Candy 编曲也好 改编的舞蹈部分也好 都没有违和感非常好听 所以才会受到这么多人气的 总结一下就是 NCT明年也继续大发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这样笑的话 殷山一定会这样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